我們正在騎車去三峽戀武宮的最後一宮 奉仙宮的路上 來到了大溪公園這邊 看到了天上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椰樹光 到處可以看到 但是今天椰樹光很特別 先來看一下 要從右往左看 有沒有看到 慢慢出現了 這不是影片特效哦 就這裡 椰樹光 太陽在那兒 椰樹光這樣照下來 看過椰樹光以後時間還很早 我們來到大溪橋 這個時間都是沒有什麼人在上面 我就喜歡拍這種穿越 但走路有點太慢 所以剛好騎車 就來給他騎一下 不久前的 那個10月6號到15號 不是 第二 欸 第二天 第三天 就是第三天 經過西螺大車 因為是從長海 所以就不太適合做這個事情 對 後來看哈利小隊 他們也有騎到這一段 只是從另外一個方向騎過 看到這個畫面 怎麼就覺得 在200公尺處 上六轉 這是大溪橋 不是白木達三角洲 GPS現在又在開什麼玩笑 還好我還瞭解這邊的路 否則又被Google Map 惡作劇 搞到哭笑不得 Google Map也真是的 把計畫一個人環島的女生YouTuber 在山坑鐵馬車道 帶到迷航 害人家邊騎邊哭 還有一個朋友 被Google Map 導航到天裡的小路 搞到像是條條大路 你不走 黃煙漫草闖進來 剛剛只有看到四個 現在其實應該是五個 Google Map又來了 在這裡也要向右轉 你得有穿越時空的人 是才行 大溪橋的另一端 這實在還蠻好看 透過鏡頭 再一次穿越 看到這棟的橋 然後我們繼續往腳板上的方向 剛剛是在大溪公園那邊拍到夜出光 現在來到大溪 已經要往兩蔣園區過去的一個 小上坡之上 又看到這個 似乎更清楚更明顯的 所以我決定要接下來拍一下 真的是金光萬度飛騎車 太陽就在那 放大一點來看 可以看見無數到 由天輻射而降臨大地的夜出光 把巨頭移動的速度放慢 這樣就可以看得再更清楚一點 我們一點也不會累得到 百急隧道 話說百急隧道 是台旗艦上串聯磁湖與負心的通道 目前是行舊並存 新百急隧道是汽車行駛中的雙向車道 舊隧道是遊擊步道 就是我現在正在滑行的這一條 左邊的軌道 重現了日記世紀架設的輕便鐵路 在這輕便鐵路上行駛的是 靠人力載人載貨用的台車 又稱作手壓車 大小就像剛剛在隧道口 看見的那兩階台車 聽說這是主打古銅色鐵路的單車隧道 所以騎著鐵馬 體驗著有英國風的燈光 進入彷彿生意少年的場景 也不用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還是要注意安全 還有記得親身像其他有可借過的衣帽 在隧道的另一端 看見了另外兩輛台車 上面載了一些行李 木材還有動力特產巨型竹筍 綁針度又更高了 從後面看不清楚嗎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可以從正面看一下 剛剛是從後面拍 現在從正面拍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有人是推著行李 這個應該是屬於給人做的 這個是座位 這個是公式包 這個就是另外在拉一些貨物 一些礦砂吧 這邊那個山皮粉 木頭 走過了舊百級隧道 我們來到林台山無極奉仙宮的物口 當然這兩隻貓看起來有點像是他的手門員 華頤山莊 這邊有一個牌子 無極奉仙宮林台山 到這邊已經幾乎要到了 大概就剩下不到500公尺 我們下次會看見 現在眼前看到這個有黃色貨櫃 後面那個紅色烏瓦 橘色粉刷牆壁的就是林台山 奉仙宮 等一下來看一下它的側面 如果沒有到這邊要繼續騎的話還有一些坡 喜歡騎坡的朋友可以從這種推薦 好 這就是要下去的路 我們到了烏雞奉仙宮 來看一下 看一下 這裡面那個 基地揮火 很深 這是很特別的東西 銀沉都選很好 它有一個店叫文財店 旁邊呢 省水 這個省水呢 是讓人可以帶服務來裝回去 然後在家裡燒成開水 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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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激善 說著說著 我們就到了蝙蝠洞的入口 不能牽進去 要牽進去 往左邊不動 往右邊不動 往右邊不動 北口白宮 都不遠 但是我要先上這個卡 然後拿去看看 但是它的視野會是怎麼樣 沿走 沿轉 給我看 這邊 這邊 透過這個 一個 沒有被葉子遮到的地方看過去 其實中間的 好像 沒有什麼 又多上一層 但是被葉子遮住 上到最頂層 沒有被遮住了 就是主要是看這吧 視野大看 很好看 但是這裡的 那個設計 感覺像是要讓人可以在這邊看 但是這邊 真的沒有視野 就剛剛這個開口的地方 好 下去 蝙蝠洞 蝙蝠洞 應該快到了吧 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喔 還有回音耶 這裡 就是蝙蝠洞嗎 好多是經過 沒有機會進來 這次終於到了 剛剛還從底下入口 塑膠上來 還牽車 牽了一段 那個斜坡很陡啊 估計有超過10% 但是這個洞很大 卻沒有看到任何蝙蝠 倒是有從岩石上面有流水一下 因為最近 有在下雨 所以山區的水量很豐沛 哇 這個景 感覺就很像是可以 可以拿來拍電影拍戲用的一個場景 果然這裡叫做蝙蝠洞 這行銅應該對有人爬上去 那邊看滑滑的 那邊 有小瀑布 這是叫做蝙蝠洞天啊 當走過來的 角度 跟現在看過去的角度又不一樣 那上面有放一塊圓形的 圓形的 這個 很像人工做的 有人在這邊打坐吧 練功 那你今天 放下去了 好 邊不動探險 到這邊結束 三峽練武功 我們一功一功的練 也算是圓滿成功啦 掃一下QR Code 還有更多有趣的影片可以看喔